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国乌生论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中国乌生论学会是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群团机构 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乌生论研究中心的主任 中国乌生论学会的副理事长习武一教授的邀请 他请我和许多年轻朋友们一块去参加了 中国乌生论学会的2018年度学术年会 是最近的12月1日到2日在北京召开的 那您一定在这次学术年会上发表演讲 是啊 我这个报告题目叫做战斗的无神论 在科普工作中宣传无神论 下面向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来自自然科学的背景 在我看来 有神还是无神这个问题早已有答案了 那当然是无神论正确了 我相信大多数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持同样的观点 但是真正重要的不是理论层面的问题 而是传播层面的问题 有神论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信 而且在全世界很多地区的影响力在上升 是因为他们有一套相当有效的传播的办法 无神论要扩大影响 至少摆脱现在这种所谓宾威学科的地位 关键就得找到一套 在公众当中广泛传播的办法 简而言之 就是要争取群众 尤其是争取青少年学生 在我看来 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下面我就来谈一谈 我在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与思考 请问无神论最强大的一样来自哪里 回答是来自科学 在所有的人类活动当中 只有科学是有完全确定的标准的 能够客观的判断证物 而从古至今 无神论与科学一直是紧密的同盟 科学普及是扫除迷信 推广无神论的基础 有许多科学家是战斗的无神论者 在传播无神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例如著名的数学家和职位家 伯特兰·罗素 因为发现碳六石 获得1996年诺贝尔画艺奖的画家 哈罗德·克罗托 著名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 以及著名的生物学家 里查德·道金斯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前辈了 那我近年来呢 以文章和视频的形式进行了许多科普工作 其中就有不少是与无神论有关的 有些直接就与无神论作为主题 下面我们来介绍四个视频的例子 第一个 2017年5月6日 共青团中央组织的第一届网络青年节晚会的亚洲节目 网络青晚第十二个节目 无神论教 它的视频请见这个 在小品节目以后呢 有若干位的专家与科学工作者出场 表达了自己是无神论者 我帮助团中央联系了其中若干位人士 并且念了下面的一段宣言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 有神无神原本不是一个值得特别关心的问题 因为科学的道理早已大获全胜了 事实上 从古至今 科学技术一直是最强大的力量之源 崇尚科技的国家才能强盛 迷信横行的国家必然稍微 我是无神论者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 科技与战略风影学院会长袁南凤 第二个 2018年3月14日 在霍金区市当天 我们科技院人感知了一期纪念节目 这个视频请见这个 时间简史当中有一个要点 大概是非专业的读者难以察觉的 现在他的最后几张 介绍宇宙学的最新进展和霍金自己工作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出来 驱动霍金的一个基础性的理念 就是他对于有神论的极度的厌恶 对于有神还是无神这个问题 霍金不像许多科学家那样 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 或者说只是泛泛而言 自己支持无神论 或者支持不可知论 霍金是非常明确地支持无神论 反对有神论 他明确到什么程度呢 他的许多研究 就是以把这个上帝的观念 更加彻底地驱逐出去作为动机的 不但是彻底地驱逐出去 而且是更加彻底地驱逐出去 一点一力都不给留 在这个意义上 霍金不仅是一个无神论者 而且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者 就像历史上的范整 狄德罗 现在的Richard Dawkins 这些人一样 一个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霍金晚年的一个重要工作 叫做无边界的边界条件 也就是认为宇宙的边界条件 就是所谓没有边界 由此就可以自然解答一个问题 就是大爆炸之前有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说时空呢 是一个四维的球面 就好比这个地球的表面 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点是边界 没有任何一个点是特殊的 大爆炸呢 就好比地球的南极 你觉得地球的南极很特殊吗 只不过是因为 你能用的那个坐标系 把它做到最南端而已 其实这完全是人为的 如果你换一套坐标系 你会发现这个点 跟其他点的地位都一样 没有什么特殊之数 所以你如果一定要问 大爆炸之前有什么 回答就是 大爆炸之前啥都没有 没有东西 因为大爆炸没有之前 这个问题就问错了 希望你从南地出发 不可能再像南走一样 第三个 2018年4月5日 纪念原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我的科大师兄 钟阳 一起科技人的节目 这个视频请见这个 而且更加令我感到心有气息 的是 钟阳发现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就是智力扶贫 他发展一种原藏新模式 就是高端人才培养 中阳他刚刚到西藏大学的时候 发现那儿连硕士点都没有 然后他就发现 西藏是需要科学家 但是更需要教育家 他需要把这个科学种子 拨撒下去 所以他决心为西藏 培养一支科学家的队伍 所以呢 他就做了你能想到 和想不到的所有的事情 从讲课到带队考察到帮助同事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最后这个啊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这个事情特别值得讲一讲 在此之前呢 西藏大学从来没有人拿到过国家籍的自然科学基金 大家都没有这个打算去申报 然后呢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中央就首先做了一个悬赏 说任何人去申报 无论你中还是不中 我都给你补助两千块钱 然后啊 他还帮忙这些申报的人去修改申请书 他经常是插着氧气管 连夜子修改 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在这种手骂手的帮助之下 西藏大学真的有人就拿到了 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这位老师叫做穷刺人 这件事呢 就极大的增强了西藏大学师生的科研方面的信息 在中央的帮助下 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申请到了西藏第一个理学博士典 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个植物学博士 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 带领西藏大学的生态学科 入选了国家双一流的学科建设名单 如此等等 这些做法之所以特别的宝贵 是因为中央抓住了 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运行原理 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所有的现代化 归根结底都是人的现代化 科学素养是一个群体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比任何的自然资源 历史文化都要重要 这个道理看起来简单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 尤其是当涉及到藏族 像这样具有丰富的 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的时候 很多小清新就犯糊涂了 最近还有这么一些电影文学作品 把这个藏族的朝生啊 磕头啊 宗教信仰这些捧得无限的高 然后呢 把解放农奴的那些解放军战士 和修筑清藏公路的那些劳动人民 说他们没有信仰 把他们贬得一塌糊涂 这些人头脑这是落后时代一万光年 这是纯属开历史倒车 第四个 2018年5月5日 为第二届网络清晚制作的科技原人 特别节目 介绍了我在2015年的第15届国际量子化学大会期间 与在某个石油国家工作的美国同行聊天的经历 第二届网络清晚的第九个节目 科技原人之无神论 视频请见这个 第一天报告结束以后呢 我和朋友W博士一块出去吃饭 然后呢 他又叫上他的朋友 就是两位美国教授S教授和B教授 B教授呢 在德克萨斯农基大学的一所海外分校工作 别看这学校叫做农基大学啊 但是德克萨斯农基大学呢 其实是一所生育卓著的综合型大学 人家不是卖农基的啊 那至于拿错海外分校呢 在这里我只能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富裕的宗教国家 让我们姑且把它称为Q国吧 B教授呢 在Q国那时候已经工作了七年了 年纪轻轻已经当上了系主任 他做了很多研究 发了很多漏文 可是呢 他在合作当中没有一个Q国人 所以我听了之后不尽要笑啊 感情Q国是在花大钱请外国人做研究啊 那么Q国呢 有一个邻国 我们姑且称为S国吧 这个S国呢 也是一个富裕的宗教国家 S国呢 投巨资新建一所大学 它是一位国王的名字命名的 让我们姑且把它称为K大学吧 哦就是那种有名的土豪 嗯 没错没错没错 大家都知道了吧 那么我们B教授 这个德克萨斯农地大学的Q国分校 跟邻国的这个K大学相比 怎么样啊 他的回答是 K大学主要是做研究的 没有给这个S国培养多少人才 而这个德克萨斯农地大学呢 他的目的呢 倒是真是要为Q国培养工程师的 那么培养成绩怎么样啊 在研究生这个层面上啊 他目前只能招硕士 没有博士啊 研究呢 主要是靠博士后做的 而在本科这个层面上呢 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本科生 也就是说这个Q国的学生啊 少数最好的学生呢 确实挺不错的 不亚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好学生 但是有很多不怎么样的学生 那个就差就没边了 没有下线啊 但是问题是呢 这些差学生呢 他是拿政府或者其他钱来读的 他会年复一年读下去 最后你总能让他们毕业吧 所以这个教育的质量嘛 也就可想而知了 Q国呢 还花了巨资 送很多学生去英国等地方去留学 但这些人同样是 年复一年读下去 年复一年在那儿烧钱 前面说的是大学啊 在国家这个层面上呢 Q国呢 还算不错 怎么个不错法呢 他比S国要自由一点 比如说 毕教授的妻子呢 在Q国能开车 但是在S国就不许开车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宗教警察来抓案 如果见到一个女的 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呢 宗教警察就要问 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如果有一男女去住店 那么Q国的五星级的宾馆呢 他不问客人是不是有结婚证 直接就入住了 但四星以下的宾馆就要问了 听到这个说法 我背后大笑啊 这个真叫做 创收和前程的完美结合啊 只要你给钱够多 神也通融啊 真相啊 所以毕教授告诉我呢 这个没有结婚证两个人啊 在那儿住店的时候 有时候就不得不租 两天房只住一间 那么S国呢 他对宗教 比这个Q国要执着的多了 他们有那种最极端 最疯狂的教派 让我们姑且把它称作为W教派 这个评价是必要受给的啊 这个W教派呢 一心销毁任何引人崇拜的古迹 所以啊 我们知道 这个塔利班 把阿富汗的巴米亚大副给炸了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大问题 那K大学呢 其实对于S国来说 相当于一个自由的特区 所谓S国的政府呢 把它放在一片沙漠地带 目的就是为了让一般人接受不到的 不要受到这个自由的毒害啊 这个Q国人啊 经常都比较说 要注意当地的文化鸿沟 这话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说 你不要工作太勤奋了 因为呢 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啊 一天努力工作八小时呢 这是难以理解的 他们呢 经常在上半时间就跑出来 喝咖啡啊 闲聊啊 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啊 那外国公司呢 在当地啊 迫于法律规定 他们会不得不雇用一些 当地的工人和工程师 但是呢 外国公司往往宁可花钱 让他们在家里待着 不要出来工作 为什么呢 为了避免这些人在工作现场 瞎折腾 搞地团糟 用B教授的话说呢 这些人的文化 跟美国 跟中国 跟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美国人和中国人啊 认为应该努力工作啊 他们就没有这个概念 中国人和美国人 接着东西 有了毛病回去修理啊 但是他们就不管 直接买心了 总而言之啊 离现在文明实在是太远了 是是是 我以前啊 听说这个S国呢 买武器就是这个样子啊 花大价钱买的装备 一旦不想用了 比如说呢 他从中国买到一个 空调更好的自走火炮 他原来的那个武器呢 立刻就扔到沙漠去吃沙子 美其名曰 武器储备 狗巨户的世界 你永远不懂 这啥就暴露了 我问这个B教授啊 等到石油耗尽了 这些富裕国家人会怎么样啊 他们有什么计划啊 B教授的回答呢 是说 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啊 当地人还非常贫穷 基本上除了帐篷和骆驼之外 什么都没有 将来如果石油耗尽了 他们又会回到那种状况 要说应变的计划呢 他们有一些啊 但是呢 在中国和美国这样文明程度上看来 简直是形同而弃啊 因为呢 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神的庇佑 石油就是神的恩赐啊 如果石油用完呢 神肯定又会赐给他们别的好东西 肯定会有好事发生的 所以你看 人家就这么淡定 你能怎么样啊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 S教授呢 对我的大拼手机感到兴趣 大家一看 然后B教授一看就说 哎 这是华为手机 他们正在征服世界 哎 我很高兴他对华为这么了解啊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就在B教授所在地区呢 华为的手机和通信设施 随处可见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对于改变世界而言 最强力的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科学 而最失败的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宗教 尤其是那些坐等天上吊下顶 永远固守一本经书的宗教 哎 连你打个游戏 游戏都会告诉你啊 要剩科技术 要让机器带其人干活 要勤奋劳动 如果你面临世界末日 都不愿意加班 都不愿意加班 一心只想的神迹将领 那能有什么前途啊 我们国家呢 当年也曾经失败不堪 今天为什么能够欣欣向荣呢 是求神拜佛 祷告出来的吗 当然不是了 自强不息 是我们的传统美德 答案呢 其实都蕴含在了 徐光线 唐老庆 侯德宝 王守静 王明珍 等等等等 这些前辈们的毕露蓝绿 艰苦奋斗当中 正如国际歌唱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旧事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情 不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国 是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路火烧的通 红尘热打铁才能成功 那下面我就来谈一些对于传播无神论的方法论的思考 和建议 第一个要讲清楚大图景 杨老师 很多人认为科学家大多有宗教信仰 而且有不少媒体也是这样报道的 您怎么看呢 每当这种时候 我就告诉他们 当代的科学家 大多数是不信教的 而且成就越高的科学家当中 不信教的比例就越高 例如1998年的一项调查表明 美国科学院士当中 信陈的比例只有7% 其实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 正是因为信教科家不多 所以有一些人信才会成为新闻 如果你不知道不信是默认值 你就会以为信的是默认值了 第二个 要多讲同理心 的确 我记得大一的新生研讨课上 一位量子领域的科学家 回答我们的问题 有一同学问他 如何理解许多科学家 在晚年的时候转向神学 他的回答是 正如量子领域当中 最大的迷人就是不确定性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 每当有人问到我这种问题 我就一方面指出 上面说的那个大图景 就是大多数科学家 是不信教的 六方面 指出 人总是有对于基本问题终极关怀的需求 对于年长的科学家来说 他已经功成名就了 小问题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了 他自然就有很大可能去关心那些大问题 完全是他的自由 不过我们要指出 他们对于社会真正的影响还是在于他们的科学成果 而不在于他们的神学思考 例如牛顿对神学就做了很多思考 后来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买到了他的手稿做了很多研究 但是这些神学思考对于大众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们重视牛顿完全是因为他的科学成就 顺便还可以说一下啊 很多人说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在晚年都信了宗教如何如何 我们特别强调一下 牛顿他从一开始就信教 因为他那个时代所有人都信教 但是达尔文和爱因斯坦从来没信教 这是摇曳 我们要反复的强调这一点 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是不信教的 第三个 润物系无声 与其把推广无事论作为一个专门的目标 去讲学术理论 不如旁敲侧击 在科普的同时 潜意默化的传播 尤其结合现实 多讲一些生动的故事例子 效果会更好 关键是要树立一个科学高大上 无神论高大上的形象 只要你做到这一点 你就已经胜利了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 无神论代表了历史的进步方向 代表了对于科学的尊重 代表了人类的理性 只要把道理想清楚了 生动活泼地表达出来了 那么 动物教育的人群 尤其是青少年学生 主流一定会支持无神论的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